这个村庄的老鼠不仅会吃猫肉 还会啃食活人 眼见鼠患猖獗之刺 村民却无可奈何 只能每天用新鲜生肉供养老鼠 来换一时的太平 这天一对父子路过村庄 村庄与世隔绝 村民衣着朴素 好像桃花园祭一样 但看见这外来的客人 村民的眼里却满是惊恐 男人名叫龙哥 为了治疗儿子的肺病 才长途跋涉 想早日赶到首尔 线下终于看见一个村庄 于是就向村长提出 想留宿两天 让儿子好好休息 碰巧龙哥赶上村里 此时再给一个孩子举办周岁宴 龙哥想用笛子吹奏一曲 来和大家一起庆祝 村民们却一看他出现 纷纷散开躲避 随着一颗血色的鸡蛋 被旁边做饭的姑娘瞧出 大家又重新聚到了一起 众人惊喜地看着这个姑娘 恭喜她成为了这个村里新任的巫女 但姑娘本人却神情紧张 似乎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入夜 龙哥知道了村庄里 蜀患猖獗的事情 为了报答村长收留的恩情 龙哥主动提出要为村庄驱逐老鼠 他摸出自己的笛子 笛声响起 暗中的老鼠们竟然一下都随着笛声开始活动起来 村民被这个景象惊呆 村长决定 让龙哥留下试试 并开出了丰厚的报酬 第二天 龙哥就开始在村里四处考察 制定灭属计划 他找到一个能关老鼠的山洞 又在洞口安置了一块巨石 龙哥又制作了两种药本 白色的用来驱属 而黄色的则是吸引老鼠的 黄色药粉从洞口一直洒到村中的各条小路上 这样老鼠就会沿着药粉一路走进洞中 计划开始 龙哥站在山上点燃柴堆 将驱属药粉撒进去 烟雾裹挟着药粉 顺着风很快笼罩了整个村庄 巫女摇零 龙哥吹笛 煞时间无数老鼠倾巢而出 按照提前撒下的药粉向山上跑去 老鼠的数量和速度惊呆了龙哥 儿子也担心老爸一人应付不来 赶过去帮忙 尽管中途摔了一跤 索性还是及时赶上 老鼠顺利入洞 巨石也在千军一发之际 被龙哥抬起堵在了洞口 灭属计划大功告成 村民们一改之前防备恐惧的态度 将龙哥当作英雄 众人举办了庆祝的宴会 龙哥被这种气氛感染的有限上头 竟当众提出 要带村民们走出村庄 村民都是为了躲避战争 才跟着村长隐居在这深山老林的 没人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 大惊的声音传来 宴席散场 龙哥特意叫住了巫女 几天的相处 让他对巫女心生好感 儿子也希望巫女能成为他的妈妈 巫女却顾左右而言他 说是托龙哥的福 才让自己逃过一劫 听起来这个村庄除了鼠患 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 巫女从黑暗中走出 浮沉捅进她的身体 鲜血染红了裙摆 她双眼无神 僵硬地走向人群 说完巫女直挺挺的倒下 死在了村民面前 这一幕唤醒了在场所有村民的噩梦 几个月前 当地麻风病盛行 村民们害怕被感染 就把村里的麻风病人都赶进了深山 只有巫婆带着病人们在这隐居生活 不久后战争爆发 为了避难 村长带领村民找来 厚着脸皮请求病人们收留 但病人们早已对这群人心灰意冷 并不愿意帮助他们 于是村长让自己儿子上前下跪卖惨 他则偷偷弄哭一个孩子 希望借无辜的婴儿获得病人们的宽恕 村长成功了 麻风病人收留了他们 但没想到 心软和宽恕换来的 只有这群刁民的变本加厉 忘恩负义的村民 再一次将病人们丢进一个山洞 让他们在洞中被老鼠和饥饿折磨至死 只有巫婆凭借着吃腐肉活了下来 巫婆指着这群白眼狼 癫狂地预言 这里的村民会被下一个到达的客人 通通杀光 说完 他就被惊恐的村民 活活烧死在了山洞里 从那天起 鼠患就开始在村中肆虐 而龙哥父子的到来 无疑让村民们开始担心 诅咒是不是成真了 可龙哥不仅没危害村庄 甚至还帮村民们赶跑了老鼠 村长突然发觉 这个男人威胁到了他在村中的地位 村长先找到巫女家里 巫女只是一个普通的寡妇 是当初逃难时跟来的 村长威胁他继续扮演巫女 蒙骗村民 更不要想着能和龙哥一起离开这里 巫女找到龙哥 想和他连夜离开 可龙哥却坚持要先拿到 帮村庄驱属的报酬 突然 村长叫龙哥到村口见面 看到酬金 龙哥喜出望外 但村长突然出尔反尔 不仅抹去了他屈属的功劳 更污蔑他是间谍 斩断了他的手指 龙哥儿子听到骚动 从屋内赶来 看到老爸心血淋漓的手 儿子被吓哭了 村长见了 却连带着诬陷儿子也是小偷 白天还和善的村民 一下子变成了魔鬼的嘴恋 不分青红皂白 开始辱骂殴打龙哥父子俩 连龙哥屈属时用的笛子 也被村长拿走 就在这时 一直站在远处的巫女被大家发现 他看着倒在地上的龙哥 不敢为他辩驳 还极力撇清关系 龙哥心碎地看着心上人逃离的背影 却不料巫女还会折返回来 只不过这次 他换上了巫女祭祀的衣裙 浑身被鲜血浸染 如行尸走肉般走到人群中 再一次吼出了 让村民胆战心惊的诅咒 随即倒地不起 巫女用自己的死换来了龙哥的生 村民们心怀忌惮 因此放过了龙哥父子 让他们立刻滚出村庄 可村长从来也没想让他们活着离开 他在食物里下了毒药 让人塞进龙哥的行李中 男人亲自斩断自己的手掌 扔进老鼠洞 以血肉为祭品 和食人鼠缔结下复仇的契约 他曾好心帮这个村庄驱除鼠患 却最终落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心爱的人死在面前 驱属谋生的笛子也被村长抢走 就算这样龙哥也没想报复 可无意间 儿子发现笛子不见了 于是趁着龙哥昏睡时 儿子偷跑回村 取回了笛子 小孩子体力有限 返回的路上 儿子饿得没力气赶路 就吃掉了包里的饭团 不料村长为了杀人灭口 早早在饭团里下了毒 儿子没能撑到走回龙哥身边 等龙哥找到他时 小小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冷 龙哥嚎啕大哭 他跋山涉水都是为了儿子 如今他人生最后的光也熄灭了 往日的回忆不断闪现 龙哥看着谨慎的合影 下定决心要向村民复仇 龙哥找到老鼠洞 里面的老鼠已经被困数日 鸡肠碌碌 他先是焚烧了儿子的尸体 把驱属的药粉撒入火堆 然后他用药粉涂在脸上 撒定全身 以防自己被老鼠捂伤 最后他斩断手掌 扔在洞口吸引老鼠出来 将血洒在沿途 为老鼠引路 他用自己的血肉 祈求老鼠帮助自己复仇 他吹起笛子 一路把老鼠带进村庄 药粉燃起的烟 对人类有催眠作用 趁着村民熟睡时 老鼠侵入了家家户户 很快老鼠将村民们 啃食殆尽 村长终于被异常的响动惊醒 他看见大批老鼠涌入 一抬头 月亮消失在黑夜 是诅咒应验了 他急忙回屋 拉开柜门 里面竟然是一套日伪军装 和一把军刀 原来村长才是投靠了 日本的汉奸 他为了自己不被清算 才不允许村民知道 战争已经结束的事实 他用刀和火把驱赶老鼠 眼睁睁地看着一位村民 被群属分而食之 此刻龙哥出现了 村长看着如此情形 竟还恬不知耻地 指责龙哥的残忍 前有地狱归来的复仇使者 好有密密麻麻的群属环绕 惊恐间村长爬上秋千 龙哥在下面吹笛 引来更多的老鼠 天道轮回 此前村长的儿子就因为忌妒 爬上秋千割裂绳子 想看龙哥出丑 现在终究报应到了村长身上 绳子无法承受重量断开 村长掉入了老鼠群中 等天边泛起微光时 地上只留下了一个鲜红的人形印记 整个村子都空了 孩子们醒来 发现大人们都消失了 天空中也没有太阳 忽然 悠扬的笛声响起 他们不由自主地跟着笛声前进 兴高采烈地排队进入洞中 巨石封死在洞口 龙哥不愿意原谅这村庄的每一个人 绝望的复仇至此结束 自私贪婪的村长 和麻木愚昧的村民永远地消失了 可原本善良热心的父子 也没能走出这座深山 人心往往比鬼神的诅咒更可怕